东周系列连环化 承办赃官 两千多年前 齐国的国君齐威王 他好歌舞弹唱 仗着国父兵强 一天到晚在后宫饮酒作乐 今年之间 把国政弄得一团糟 上下官吏 贪赃王法 韩 魏 赵 鲁各国派兵来攻打 威王虽有些着慌 但仍旧沉醉在歌舞中 什么也不管 一天 有个人抱着一张琴 到宫门前求见齐威王 他自称名叫邹记 擅长弹琴 齐威王召见了他 请他坐下奏琴 邹记从容地把琴放在挤上 手抚着琴弦 可只是不淡 威王见他这样 很觉奇怪 就问他 你带着琴来 琴艺一定高超 我很想一听妙音 现在你光抚着琴弦不淡 莫非是这张琴不好 还是对我有什么不满 邹记不慌不忙地说出一番话来 邹记又说 我俯贤不淡 大王就不满意 大王不理国政 弄得国家衰弱 各国都来欺凌 难道百姓就会满意吗 威王才知道邹记有意来劝谏他 威王留住邹记 盛情款待他 跟他记忆国事 邹记就劝威王不要一味吃喝玩乐 应当任用忠粮 承办奸邪 爱惜百姓 注意军备 使齐国振作起来 威王跟邹记谈了几次 就拜邹记做相国 决心整肃朝政 当时齐国有个能言善变的人叫淳于昆 听说邹记光跟威王谈了几次话 就拜了相印 心中不服 想试试他的才能 就带了门徒去见邹记 邹记恭敬地迎接淳于昆进去 淳于昆向邹记说 公干虽然很坚韧 但有时会折断 千百条河向东流 才会成大海 这是什么意思啊 邹记盲说 你叫我亲近百姓 我怎敢不听从 淳于昆又说 不把车轮 车轴的尺寸量精确 就造不好车 不把琴弦调得恰当 就谈不出调 邹记听了 恭恭敬敬地做了个一 很快回答了他 淳于昆一连说了五个问题 邹记随口应答 都指出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淳于昆很佩服 就拜词出去 门徒们望见他这样 一起上前问他 于是邹记的名声很快远扬 他也非常重视淳于昆的话 尽心竭力地帮助威王李正 他时常向朝臣们打听各地的观哪个好哪个坏 朝臣们都称赞东俄大夫能干 吉莫大夫挺坏 邹记又特地找来两个称赞东俄大夫的朝臣详细询问 可是这两个人说来说去只是几句话 究竟东俄大夫怎样治理东俄 好在哪儿 却说不上来 邹记把朝臣的话告诉了齐威王 说 大王要严明赏罚 就得从这两个大夫身上做起 这时候 威王左右的人都说东俄大夫应当重赏 吉莫大夫应当严罚 这么一来 邹记心中更明白了 他想 这几个族不出京都的内侍 怎么会知道外面的情形呢 其中一定有原因 就请威王叫内侍退下去 他有要事商量 等内侍都退下之后 邹记把他心中的怀疑告诉了威王 且请求派自己到东俄和吉莫去查查 威王很高兴地答应了 邹记回到家里 脱下朝服 打扮成一个普通的读书人模样 他离开了林兹到东俄去 走到半路 碰到十多个百姓 男女老小都有 各个都面黄鸡兽 衣衫蓝绿 邹记拉住一位老人问 你们从哪来的 老人回到 我们世世代代都住在东俄 可现在那儿活不下 只得逃到别处去谋生 说着 磨起了眼泪 邹记惊奇地说 哎 你们大夫不是一位好官吗 旁边有位大娘悲愤地插嘴说 谁说的 他简直比老虎还凶 百姓的高血全给他喝干了 快到东俄了 石杰已尽下收 可田里却一片荒芜 只偶然看到有几个女人在干活 邹记就问他们当家的在哪儿 女人们说 这儿的壮丁一年到头都得给大夫当差 哪有功夫雇自己的田地 到了城门口 只见有几个兵丁把守着 谁要进城去 总得交出一点东西做捐税 不论米卖不博都要 城里皆是萧条 行路人都是愁眉苦脸的 要饭的也特别多 邹记越来越觉得奇怪 为什么这样的大夫 朝臣们会说他好呢 正在走着 忽听德官府来了 只见前面远远地来了一簇车马 路上的人都慌忙躲避 邹记向人打听 才知道出来的就是东俄大夫 邹记就站在一边瞧着 那位东俄大夫坐在一辆华丽的车里 由四匹马拉着 大队兵丁前呼后拥 好不威风 队伍过去了 邹记听的旁边有两个人在谈论 一个说 这位大夫带了兵 光用来威下老百姓 前次临近地方受到赵国攻打 来讨救兵 他就躲在城里 连气也不敢透一口 邹记夺到东俄大夫府门前 只见那儿也停着一辆车 几个仆役正忙着把一包包金银财帛装上车 邹记走进前去 不料驾车的挥起鞭子 把他赶开 旁边的老百姓轻轻地告诉他那是怎样一回事 车子装满了金银财帛 提声得得地走了 邹记自个儿连连点头 想 我这才完全明白了 朝臣们都说东俄大夫好 原来如此 邹记离开了东俄 再到吉末去 他看到周围田园整齐 庄稼茂盛 百姓都喜气洋洋地在忙着下收 看来这正是一个大丰年 吉末城里皆是繁荣 人们安居乐业 跟东俄的情形恰好相反 这晚 邹记投诉在客店里 他跟店主谈起吉末大夫 店主嘖嘖赞叹说 我们大夫办事从不拖拉 处处顾到百姓 自己的生活又非常简朴 真是难得 说着 却又连声叹气 邹记回到林兹 见了齐威王 把东俄 吉末两帝的真情都讲了 齐威王笑着说 好 我来办给大家看 齐威王立刻派人分头去召东俄 吉末两个大夫 吉末大夫先到林兹 朝臣们因为他没有孝敬的礼物 把他安置在一个又小又破的管义里 不久 东俄大夫也到了 他随身又带来了许多贵重礼物 分送给朝臣们和齐威王左右的人 那些朝臣受了礼 在威王没有召见之前 天天请他吃喝 并且胡捧他 齐威王知道两位大夫都已到了 这天就大会群臣 执行赏罚 朝臣们簇拥着东俄大夫上殿 吉末大夫却一个人 冷冷轻轻地走在一边 齐威王坐在当中 邹记是在一旁 挤上放着锦袍玉带 中央放着一支顶货 满货的水热气蒸腾 威王说了几句 大家都替吉末大夫捏着一把汗 邹记站到前面来说道 我奉了大王的命令 到吉末去查查过 看见吉末大夫一切办得很好 朝臣们说坏 原是你没有钱才孝敬他们 现在大王立刻要封赏你 威王叫内侍捧过锦袍玉带 赐给吉末大夫 并且加封他一万户诚意的俸禄 东俄大夫这时候已经知道事情不妙 他听得停上一声传唤 吓得两膝发抖 低着头跪行上前 邹记把东俄大夫的罪意迢迢举出来 力声说 你一边凶狠地敲拨百姓 一边用金箔贿赂朝臣 让大家都给你说好话 你真是个万恶的赃官 绝不能饶你 东俄大夫磕头像捣算一般 哀求饶命 顶下的火烧的阵望 水在沸滚着 威王吩咐武士挟起脏官 扔到顶里去 那些平日时常称夸东俄大夫的朝臣们 泉下的面无人色 威王又叫这些人上前 骂道 我把你们当作我的耳目一样 你们却私受贿赂 颠倒是非来欺骗我 说着吩咐武士一个个把他们抛到顶中去 这些朝臣一起跪下去 哭着哀求 都说愿意痛改前非 威王怒气未息 把其中他平日最亲信的十个人 叫武士绑父 先后投入了顶货 接着又宣布升迁一批闲臣 撤换一批不好的官 这时候殿上殿下大部分的人 都在胆战心惊 暗想自己曾经做过哪几件坏事 那些平日为官清正的 也就昂起头挺着胸 觉得吐了一口气 威王又把下批地方封赏给邹记 感谢他能够直言规劝 且能够尽心竭力的办事 邹记也请威王要多留意百姓 多听百姓的话 经过这一番整顿之后 齐国政治修明 百姓安居乐业 国家又强盛起来 各国也都不敢再来侵犯 第二年 楚 魏 韩 赵 燕 齐六国举行盟会 攻推齐威王做盟主 齐国又成了霸主了 美国举行 欣赵